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态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了新闻公告说 日前进行的雷霆2019战略核力量演习的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公告说演习期间拟定的各项导弹发射任务都得到了执行 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都击中预定目标 导弹各项性能也都得到了验证 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说 演习期间隶属于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梁赞号核潜艇 只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而不是之前新闻公告所说的发射了两枚洲际弹道导弹 俄罗斯国防部对此回应说 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数量由俄罗斯海军指挥基地 根据导弹实施性能指数和执行的打击任务最终决定 未发射第二枚导弹是根据导弹当时的性能指数做出的决定 对演习的成功举行没有任何影响 雷霆2019战略核力量演习 本月15号到17号在俄罗斯多地举行 演习共动用1.2万名军人 213套战略火箭军发射装置